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文文仔 今天我是想给我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 因为总是发视频,然后大家都不认识我 不太好 然后我是现在正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做一名汉语教师 对,就是教他们外国人那些中文 然后我接下来的视频的话 应该会拍很多在我这边的生活 然后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下 其实在国外的生活和在国内的有什么不同 然后我已经拍vlog大概有几个月了 但是之前都是随便拍着玩玩的 就是拍拍我的吃的呀 然后玩的呀这样 就是只有景物啊什么什么的 就是也挺无聊的 然后我觉得拍vlog是一个很好的 记录生活的一个方式 我是都建议大家去拍一下了 可能你到了很久很久以后 你回去回头回过头来再看那个视频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时候这么好玩 就是尽量的在你的平凡的生活之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拍vlog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我自己本人的话 其实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好了 别的人可能会用电脑来剪辑 但是我自己的话 我就是拿一个iPad来剪辑 所以都很方便 哪怕你只有一部手机 你可以用这个手机拍完了 然后再去剪都是可以的 所以接下来就看看 我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什么好玩的生活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